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讲这些观点的时候 里面就会释迦到这些一些基本的问题 就人为什么会犯罪 第二 人性的善恶之间 到底是哪一整 性善性恶的观点 对于解释犯罪现象 更加让人可以接受 还有就犯罪是先天欲成的 还是后天决定的 还有就是犯罪是必然发生的 还是偶然性的发生的 这些基本问题都会贯穿到 所有这些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当中 首先人类的冲突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其中有一项统计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 五千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当中 更发生过一万四千六百次 较大规模的冲突 我们也有的时候称之为战争 平均每年有两点六次 这种大规模的相互的冲突 战争甚至是屠杀 由此可见是比较普遍的 美国有一项调查 在刚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美国更发生了一千件 所谓屠杀的案件 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标准 什么叫屠杀事件呢 就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至少有四名被害人 这种案件 而美国在一百年当中 有一千件这种案件的发生 举这些例子 就提醒大家 就人类的犯罪行为 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发生的 而并不是很罕见的现象 那么这些背景性的材料 就提醒我们 人犯罪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里面的因素很复杂 实际到个体身上也各不相同 那么关于犯罪原因的这种观点 我们把它归纳出来 怎么有这么四大类 就生物学的这种角度的探讨 精神病理学的探讨 社会学的探讨 然后我们这个学 可所展现出来的心理学的 这种角度探讨 这也是人类探讨 这种犯罪比较复杂现象的 一个脉络 最初是探讨生物学的人 生物学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精神病理学 就人的大脑神经系统 认为发生了病例而引发了犯罪 第三个是比较宏观的社会学 就是社会结构 家庭结构 制度变迁 这种文化的影响 比较大的 那么心理学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视角 什么特殊法 比较微观 就我们探讨的是 这个人内心世界的变化 那内心世界包括哪些要素呢 很多 比如说我们简压的列举 它有人的观念 我们称为认知 第二是人的情绪和情感 它所引发出来的人的动机 人的精神面貌 我们称为动机和人格 那么这些视角显然和前面 其他的一些角度不相同 它比较微观 因为人的内心世界 它不显著表现出来的话 我们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我们只能通过细微的分析 或者某种情境的设置 去推断出它内心世界的变化来 这是心理学的视角 那么这节课 就我们先介绍到这 下节课我们具体介绍 这些犯罪心理学的 基本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介绍一下 对于犯罪心理学的 基本理论 我们上节课介绍到 关于犯罪原因的 这种探讨来源于 生物学 精神病理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这种角度 那么 首先我们讲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人为什么会犯罪呢 首先使我们联想到 提出天生犯罪人的观点 他是著名的犯罪学家 人不罗嗦 提出的一种观点 当然这种观点 在最初提出的时候 遇到了很大的 反对的意见 从现在来说 一些新的研究 似乎证明 他这种观点 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在一些极端的犯罪人身上 仿佛能看到 生物学的一些消极因素 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力量 所以最初 伦布罗斯说 那些人为什么会犯罪呢 是因为他们 存在着一种 原始防阻的现象 通俗的来讲 就他们的一些身体特征 表现的是像 原始人那种特征 比如说他这里所描写的 这个头部的不对称 面部的一些特征 就有一种原始的 野蛮的特征 所以叫做原始的防阻现象 或者说这种人 他是进化到了现代 但他的身体特征 像原始人一样 但他的心智特征 还比较幼稚 所以这些人更多 所展现出来的 是这种原始的野蛮的犯罪 也就是我们通俗所的 极端的暴力犯罪人 正如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这种图像 说这些人 他的尤其是头部的 这些特征 比较原始 叫原始防阻现象 当然从整体来说 现在没有很多人 去完全支持这种观点 只是认为 极少数的案例当中 能看到这种 所谓的天生犯罪人的 这种影子 那么我们来看 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 2012年 著名的加拿大 长支邮件案 就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的犯罪手段非常残忍 他把被害人杀害之后 把尸体肢解 并且以挑战性的 把这个长支 通过邮件方式 寄给邮政当局 我们看这个影子 这是一个案例 那么他的凶手的身份 我们这里列举了一下 整个的感觉 让人感觉到是非常残忍 就是一般的犯罪人 他即使是出于某种原因 是报复也好 或者其他的动机也好 他很难做出 把这个尸体肢解的 这么一个动作 显得非常残忍 那么对于这种 这个特定凶手的 这个心理分析了 它实际上包含了 很多的要素 生物学的 遗传学的 精神病理学的 其他学科的 共同的一个分析 但是我们 我们都能找到 这个不同学科层面的 一些要素 但是我们又很难 完全把这些要素 完全整合起来 为什么这些要素 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这么一个 残忍 忍过无情的人 这些要素都能找到 但是他们是 怎么相互结合的 最后来发挥出 这种效果的 这是第三个案例 这也是2012年 叫做肯脸男 就是其中有一位男子 31岁 突然在 其实一种毒品的作用下 吸击了一名陌生的男子 而且将他的脸部 啃掉了四分之三的 这个面积 这同样能感觉到 非常恐怖 当然这个案件当中 它的一个显然的要素 是什么呢 它吸食了毒品 在毒品的作用下 引发了这种疯狂的行为 这也是生物学派 非常抗争的一点 就认为人的疯狂的行为 很多是来源于脑内 神经系统或者内 分泌系统的一种紊乱 所极端表现出来的 这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很显然他在犯罪的时候 和他平常时候的行为 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他能感觉到不是这个人 反复是他的精神世界 突然之间变成了 另外一个魔鬼 我们看我们国内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2009年的时候 其中在北京 大兴有一个一名男子 他把他家里的六个亲人 全部杀害了 这个让人感觉到 非常难以理解 为什么呢 我们说一般犯罪也好 或者极端犯罪也好 他更多侵害的是陌生人 从遗传学上来说 人要去加害自己的血清 等于是把自己的遗传基因 消除了 一般是很难发生的 而这个案例当真 恰恰相反 那么 我们看一些图片 这里面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了 其中一个特征 让人感觉到不是特别像 因为这个人 似乎有某种程度的懊悔 悔恨 而真正的精神病态者的犯罪了 虽然他在一些 残忍性的特征上很相似 比如说他把自己的亲人 包括妻子 儿女 自己的父母 还有自己的妹妹 都残酷地杀害了 行为特征上很相似 但是一旦一个人在犯罪之后 如果有真实的客观的这种悔恨感 那么他就不是精神病态 更不是精神病导致的犯罪 那么这个案件的原因 据报道说是家庭的积怨 而导致的冲动性的杀人 但是是什么样的家庭积怨 能使他横下一条心 把自己的血清都杀害了呢 那么这就是冲动性犯罪当中 需要研究的问题 感谢观看